台灣核電 純粹是因為舊時代 蔣天火那個時代 為了要製造原子彈的時候 一準負責調查的時候 我記得他們要我們調查是30個地點 台灣不是設4顆核電廠 不是準備設3顆 可能做台灣以前就想 有人在做子彈 做像我們在爆炎那裡做的 一準我們在調查的時候 我們保障坤坤坤坤坤 我們現在先來博弈在這裡 在這裡只有博弈在這裡 現在看起來是博弈也會發生 事實上核氏更是集最大的風險 最多的貪污判罪等等 然後從以前台灣的河一到河三 的電廠是整組 包括世界最重要的核電廠來做 我們這個核氏不是 我們這個核氏是全部拆解開來 比如台電一個一個大包包小包 然後前前後後貪污有一大堆 這些工程做貪污也知道 以前的電路也都彈掉去 都會發生 但是是這樣來的拼撞處理 我告訴你 如果真正瞭解念情人 還相信那個能夠運轉的話 那是因為他習慕的感情 過多的一次 那個真的是核氏是集最大風險 跟幾十年無數變數的大成 本來就應該由政府承擔任何後果 扭轉過去的錯誤政策 不應該也不必藉由充滿正義性的公投 來轉移並且逃避責任 三四十年以前政府說要做核電的時候 還沒有丟臨民動議 現在要不要會 更不用講這公投來充當白手套 你知道要公投有個好處 就是白手套 它可以避免掉三四十年來 所有決策錯誤 歷任錯誤的所有罪過一筆謀消 你知道公投是什麼嗎 公投是塞工或是在超度幾十年的政治責任 那這個是第二點 台灣經濟發展跟電力工業 事不為也 歸不能也 歷來政府告訴你們會切電為什麼要 那都騙了 台灣從來沒有切過電 因為台灣的發展是根基無限成長的期限 這比較輕 我不要說 最重要是可以告訴各位 台灣絕對不會切電 而且這時候一定要核能 純粹是他們就是要核能 他們就是不管你後代的資質是很死猴 為什麼 因為核能最好上下其手 那一包人整個越來越去 那目前啦 坦白講 只要政府下定決心 行事漸進 只要朝向都是那種多元的再生能源 麥工沙 你光是把現在全台灣的所有的路燈 半成LED 就省下多少電力在了 現在已經在半了 但只半一點點 他一定要留著慢慢來水 那麼現在按照所有不知的資訊 台灣沒有理由引正解渴 持續受物的核電程式 第三 核電 核市場是幾十年拼裝車 更是大家都很清楚 它是吸金耗材的武力洞 它是台幣的文化人物 這大家都知道 那高階的核廢半摔期長達兩萬年 你知不知道嗎 核廣電廠那東西 也不要一直留一心 任何人一接近兩分鐘水死 我問你 那些用完的核廢量 高階核廢量現在存在哪裡 通通存在核電廠裡面 那些用到核廢量 還有核廢量是次階的 就是低階的 那個已經在台幾十年 那個燙已經在台北 你知道嗎 那些怎麼處理 要說 你們知道 那些高階核廢 它的半摔期 情能難化你 意思就是說 現在有核廢會害死你的東西 要衰退到一半 要兩萬多年後 就變成一半 再兩萬多年後 就變成四分之一 再兩萬年後 就變成八分之一 這樣就是 所以是世世代代 而到現在全世界 沒有人能處理核廢量 該怎麼化 別的國家因為有大沙漠 有很寬厚的這個國土 他們可以放置在荒涼的地方 台灣這尊 沒有任何所在華國 你說 台海洋的 你會害死百人 國際外國不可能違反 你算看看 台灣在台華人開拓時 有我們的祖母跟台灣 給你四百年 他三十年一台來算 結果經過十三台 那高階核廢量第一次半衰起 就超過台灣人四百 六百六十六百 我真的想過 為什麼他們一定會發展核廢量 那些坐在總統府 坐在台電辦公室 坐在行政院的某些人 好像他們的腦袋裡面裝最多的 難道是核廢量 阿博是按他行為 情像不可俗以 歷事的認知 他們不是曾經講過一句話 沒有核安就沒有核能 就沒有核四對不對 沒有核安就不公佛對不對 你知道為什麼不再講啊 為什麼不敢再講啊 因為這一句話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一句話講出來就相當地地極為核吧 因為沒有任何核能或核數可以確保安全 全世界有史以來從來沒有人敢這樣講 因為全球從來沒有人敢能夠擔保核電安全 請問你哪一座栽變的核電廠不是確保安全的產物 任何一個東西 一個零件有一個故障力 A的零件有A的故障力 還加上它們互核的故障力 加上很微操作管理天然風險意外等等 那一種風暴風險大的難以命 風險概率不等於零 代表它隨時可以發生 如果你考驗核安只有一途馬上廢回 也沒有第二計畫 所以他們發現他們講錯了 趕快這計畫要撤掉 現在不斷都不叫 不可能 第五核電廠或核廢掉一旦災變 你們經常用抽收核電廠會爆炸 核電廠爆炸不是像人子彈那樣爆炸 核電廠的爆炸是氫氣爆炸 是因為它把水底一開來的 它的清淨引爆弄去 然後它把一些帶有放射線 輸射線會害死人 世世代代的東西 拆到尾限上 你不知道 甚至老去港版國內 日本的那些在變遺 那些海底那些在那些 三國內有有郵港版國內的地方 都撤得出來 有輸射量 是這樣 因為情報把那裡面的那些恐怖的傷東西散佈到 沒有辦法去控制的地步 我告訴你 台灣如果何事發生 何一何二 任何宇宙發生 你說遍遍 救災 撤離 那都好想 我跟各位保證 禮拜六 禮拜天的交通通打結了 放假日的話就不能打不了 我告訴你 如果我先不再見你 你敢於拉死你 比那個盧世偉 何人當下的傷害還要多 那都已經不懂好小孩了 你們還不曉得這有恐怖 你敢於突然之間 增加你家裡的人口有多少 突然之間人口增加三倍 一住要住三十年 如何 我會覺得他真的不怕 這樣就嚇壞了 台灣發生到今天 晚晚天天沒有可以疏離的避難圈 給我 給我 給我